给你们看一下啊 我看你们能不能分出来啊 你看 就这个海参发出来 它是细长的 细长的啊 看到没 发浅 细柳肠发浅 记着 不能把颜色作为判定 是否海区底部野生的标准 就是这种这么浅的一定不对 但是参不一定对 因为现在有的在加工养殖海参的时候 已经在最初的那一步 已经把那个什么东西 芽铁玩意儿加进去了 它就把颜色给变了啊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个干绳 其实很好很好分啊 这个干绳挺明显 你们看 你们把这张图仔细去看 上下一般图 而且其实颜色非常一致 所以你花了三千五 并不是说 芯姐 人家那么大品牌 跟你一样 而且那真真正正的疗声 就是前 排名前三吧 排名前三 而且棒吹岛它是直供的 它有一个地方它是直供的啊 我就跟你们说到这儿 有大连的 你应该都知道 你要去帮学岛 参观过啊 你应该知道 它有一个地方它是直供的 就是嗯 就这个地方它是直供的 这么大的品牌还是 它家及时我已经放弃了 它家及时还是三斤 还没有卖到九百块钱 三斤还没有卖到九百 不是说芯姐你比人家大品牌的贵啊 是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在线下坚守的很多原则 所以我让你们去比要跟线下的张柜去比 不要跟他线上打折款去比 不是说哎呀芯姐你就怕比出来一样啊 不是这样 是因为我知道那东西不一样 而且海参作为食品类 很多时候是不会给你七天无理由退换的 我就告诉大家 你在任何一家买吉时海参是没有退换这一说的 你不要看他给你保证 你能退那这个 有些人特别单纯 就是卖家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有人在抖音上上当受骗了 那个骗子也叫新月 他就来我直播节 你说这样的人 你不上当谁上当 你连谁卖给你的 你连谁卖给你的 你都找不清楚 你不上当谁上当 来我直播间说 你这个骗子 你给的推货地址不对 我说大哥 你好好看一看 我说你花398买4斤 你不等着被骗谁被骗 你都嫌是这种价格 他就是一茶韭菜 就搁一茶 他根本没准备搁你第二刀 包括现在直播间好多 就是卖那个998 1288 你看人家不跟你说什么 什么发多少斤 人家开始跟你说这个价位 你在就是便宜 你买不着便宜呢 我抖音叫新月海参吧 新月啊 新旧的新喜悦的月 新月海参 然后当时那个骗子 我告诉你骗子的伎俩是什么 就是 一拨名字 骗一拨之后 然后马上换 就这个店我关了 我另外起炉转 我再换一拨名 再骗一拨 就是骗一拨 一拨又一拨 因为他用不同的名字嘛 我就想有些大韭菜 你可心真大呀 你从398买四几年 你下次还买这个价位的 我告诉你价位不对 换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对的 我就是要跟你们 所以我这种卖货的 其实非常不好 我现在的我 我非常讨厌 谢谢力成啊 欢迎青龙语 我现在的我非常讨厌 对成交 最开始的我 我告诉你们 你们除非不搭 不跟我搭话 你要跟我搭话 我要能放走你 为什么 最开始我卖海参 因为我本身我也不懂 我也没加工啊 我时 2007年 2008年的时候 12201斤蛋干海参 又细又长 一看就不好 你听我说 1220的所谓蛋干海参 第一个 它是养殖的 这点毫无疑问 第二个 他们那个工艺 是过了一遍 冻干机 你发没发现 那个海参 轻飘的感觉 还送你一只 是不是 还送你一只 说发不好就退货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人家卖便宜货的人 这么 就是敢这么笃定 就是因为 他用价格去筛选 什么样的人会相信 1220980能买着一斤 干海参 是你对干海参 完全没有任何定义 在里面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说这句话 什么叫不能离 就是你对干海参 没有定义 就是干海参 在你脑子里 你是没有一个 质量标准的 你才会去相信 这个价钱能买到 就像有一些 在抖音快手 去骗人的一些 比如说 卖你个小金箔 这么大 你以为是小金条 然后就卖你99 199 你对 你对黄金的价格 有价值感 你知道它是 大概什么价位的 你绝不会去尝试 因为你知道 你捡漏 你能捡这种漏 那你说咱国家 还从那买的什么 那个黄金储备 从你从 从这个抖音快手 主播这买得了呗 是不是 就是你对它 它没有一个概念 它用这种 不可思议的价格 把懂行的 全给塞走 剩下的全是 一堆不懂的 明白吗 就我筛 我筛 筛 筛的一些 你 但凡你有点概念的 你就不可能去买 你但凡你买了 全是些小可爱 你但凡买了 你肯定是 你对这个东西 一无所知 所以好 来 谁告诉你 一斤肝 谁应该发多少 他卖那个海参 告诉你是野生的 我问你 你知道养殖的什么样吗 所以他肆无忌惮地讲 买回去了 有的人说 哎呀 反正我不怕 我吃了 我大不了 我就吃一只 剩下退给你 我告诉你 你退 第一个 很多人没有那个认知 第二个 就是他压根不认为自己上当 怎么说呢 我也不认为是上当 你花1220 你想买干事 还想买蛋 蛋坎的 我也不认为是上当 你别觉得 孙姐 哎呀 你在幸灾乐祸 我有的时候真的很着急 但你知道吗 人有的人 他是真的 你救不了 你说的越多 他也觉得 三千六 还不知道要赠我多少钱 我有那个钱 我在人家能买三斤 你那一斤能赶这三斤 不好意思 我这一斤 不仅赶你三斤 还不止 还不止 但是这样的人 你拉不回来 你要我跟他说 我的一斤顶三斤 他脑子转不过弯来 你懂不懂 他转不过那个弯来 他脑子只盯一斤 干身多少钱 他不懂 他买海参 不是因为便宜 而且 如果你要真正比较 性价比 发完了你再比呀 你比干身 一斤多少钱 没有意义的 我鬼都 我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卖980 那个海参 那一斤能发多少 我感觉能发两斤 你就烧高香吧 没有概念 不知道好东西啥样 没办法 骗子还是少 我说卖海参的现在 卖便宜海参的人 已经 已经习惯了什么 他们已经不是单打独斗了 他们现在 我跟你说 有一个流行的词叫 居震 它不是一个号 你会刷到很多号 发现没有 你会刷到很多号 大家都在卖 其实他们都是一家的 你大概398 4斤的基本上 它的后面是一家 人做很多号 就是你一个号 你能收割多少流量呢 你整整整10个号 你说过多少 你要整100个号 而且你这种号 你但凡你比如说 你关注海参了 你对海参比较关注 它不是给你推送吗 你这家开398 4斤 那家还是398 4斤 如果你对这个海参 是没有认知价格的 你就会 你被这种价格洗脑了 你只能接受 398 4斤了 所以现在 也就这两天 已经开始有家 卖368 4斤了 已经有卖368 4斤了 你买这种货 你还想退 谁给你退呀 上哪退呀 所以有人上当了 去直播间骂 哎呀 你再去找人家 直播间 直播间都不见了 又换了一个号 接着骗 曾经有一个人 在抖音里面啊 他也是 他也是买了398 4斤的 那个人跟我宠名了 也叫新月 也是来我直播间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知道你上当了 我说你知道你花那钱上当了 哎 他第一个念头不是说 他觉得买便宜上当了 他觉得自己买贵了 他说你这多少钱 啊 我说你以前 他还跟我讲他以前在线下买的二百来块钱的 海参 在线下买二百来块钱 就觉得到了线上 然后你听在直播间里讲的 就是哎呀 哎呀什么省区中间商啊 什么东西的 什么东西的 咋说呢 也可以理解 对这个东西没有 真的 我们对一个产品的价值是要有敬畏之心的 我要 我要 海参 我要海区底博野生 我要知道 它是有一定稀缺性的 不是漫山遍野的 全是海区底博野生 就算卖家没有骗你 真正正正也是大连聊生 即便在大连 真正海区底博野生 占比也没有 也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五 因为2018年的时候 大连经历一场 就是好几十年不遇到高温 那一场高温 直接 大连当年减产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海神 我们可以算一下 百分之八十五 基本上就是 各种的池子神 啥玩意神 全部覆灭了 你剩下百分之十五 你也不能保证 所有都是海区底博 对不对 所以真正 你就哪怕它产地真是大连 关键 还有很多产地 跟大连压根没关系的呢 我还没说没关系的呢 真正的占比 都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这么少的占比 还有 还有一个啊 当年 就我说 2018年那个时候 记不记得我半多少钱了 就是春天跟秋天 完全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 有的人说 孙姐 你这涨得有点夸张了 那个养殖生 那个死 你不是卖在海区底部吗 你怎么涨价 我 谁想涨价 你卖货的你就知道 你要跟客户提涨价 一定会流失客户的 谁能包得住的时候 谁敢提涨价 那你那你不想想 那养殖的没了 你海区的 换作你是包海区的老板 你长不长 就是蛋糕这么大 有一块消失了 你剩下的 你蛋糕你长不长价 都是人 大家学会换位思考一下 你是包海区的老板 养殖生 今年大连 全部 几乎全军覆没 你剩下 你长不长 就 就 涨价 他 如果能扛得住 他不长 他扛不住 他得涨 尤其是到加工这一块 你知道 这个养还是一回事 养是一回事 加工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你本来加工的 你挣的那个环节 你挣的利润就相对比较低 谁 那一年 如果不是我春天 再多收了点 背一背 你以为海参是涨了20%吗 根本不是 我要跟你们说 海参 他本那一下涨了40% 你们可能觉得我在吹牛皮 可能我 我跟你们自造交流 并没有 那是仗着我春天 收的多了点 我给你背回来了 你知道那一年 秋天那个海参合多少钱 胡海参合多少钱 那一年是破百了 那一年是破百了 你们可以算一下 我当年干海参卖3,700 你算一下 你原料上涨的时候 你涨价了 你还贼难受 便宜的时候 你给客户便宜了 你还很滋润 为啥 因为原料便宜了 你跟客户 你跟客户说便宜 他马上就接受了 他马上就接受了 谁能 谁能拒绝一个质量没变 价格便宜的 还是呢 海参 海参 就这一波哈 这一波他们收割 会让很多人觉得吃海参 没有用 卖海参的都是骗子 会让很多人有这个印象 但人家也不管了 反正人家也不想着 以后 我就想当前 我赚了钱 得了呗 还管以后呢 管以后 该会卖你插货吗 你看有的人 那次是有一个南京的 他本身是卖燕窝的 他就 在朋友圈发发我的海参嘛 他每次都想卖给客户便宜的 想卖就是我送你们那种对比的 我每次都劝他 上一次他买 他跟我说 那个客户 他是 就是癌症 想要便宜一些的 我都 我就这种思路 我贼不能理解 我说 我说 我其实我想说 这人都这么惨了 你还要卖给他那便宜货 良心不疼吗 但我没说出口啊 我说 你听我呢 你劝他啊 他想买60头一斤的 你就直接跟他这样说 你直接把60头一斤 换成100亿到120的 顶级唇蛋的 一点也没多花钱 一点也没多花钱 而且 比你买那个便宜60头的 要合适 并没有多花 你可以算一只 合多少钱 我让他算账 我说他不相信 他可以少买 买半斤都行 买半斤 我都可以送他一只了 我送这只是为了防止他 就是东市西市的去吃各种便宜的 不要图便宜去买 你知道很多病是怎么来的 很多病都是乱吃乱用来的 真的很多病都是乱吃乱用啊 我说你劝他 你要我们这东西 你要实在是觉得贵 咱不吃 你要觉得海参贵 咱不吃 你要吃都生病了 你还吃那便宜 娄嗖的 你不知道那些 为啥便宜吗 很多人可能觉得 能咋意啊 你可能真信的那些人 就盐多一点 盐多的海参 你 我这什么 只要不瞎 大家一眼都能看出 盐多的海参 它表面是白的 就全白的 白乎乎的 盐粒 以前的盐干海参 它盐都是表面的 现在的海参添加的 它不是你通过表面 能看出来的 如果真的是盐 盐会什么 盐多了会让海参的 这个 就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你腌黄 或腌咸菜 腌大的那个咸菜 是不是本来 比如说 这么粗 然后腌完了会变细 对不对 海参也是一样 你盐多了之后 会让它的肉质变薄 会让它的肉质变薄一些 所以你盐干的海参 切横切面 本来应该肉嘟嘟的 整个 整个是肉嘟嘟的 然后它就是 像冬圆有矿一样的 你现在你去切加糖的海参 加料的海参 它的横切面都是肉嘟嘟 它不像盐干那样 它特别具有疑惑性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有的人 你说哎呀我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钱能看得出来 你想买海区底锅顶级唇蛋干 申姐就给你立个标杆 没有任何一家可以比我便宜 我就给你立标杆了 而且我为了验证我说的话 第一次购买的时候 再送你一只便宜的 这一只海参 申姐自己掏钱买的 我自己掏钱买的 我不希望你像我洛阳那个客户一样 吃了我好几年 我我我其实特别不能理解一句话 特别不能理解一部分人 你吃这家海参吃的那么好 身体也很好 你朋友说哎呀买贵了 夸斯你说 你说买贵了你去试 我其实真的我觉得可以解误 谁都有这个心理 你少买点啊 因为你少买 起码证明了 你还是疑惑的 你还是有疑虑的 你不是笃定的 对不对 那你夸斯一下买一堆的时候 你是不是你笃定 我不知道以前挣你多少钱了 我心难受在这 我就难受在这 因为你买的时候 你已经百分百判定 我以前不知道挣你 挣飞鞭子了 因为朋友给他介绍 那个是我一半的家 我难受在这里 我从不否认我卖海参挣钱 我从不否认这句话 但是我挣你的那点 我要放弃很多东西 去挣你那点钱 如果我不是坚实 我要做顶级货 哎呦 我卖个两千左右的海参 我不比现在卖的多 我卖两千左右的海参 我卖一斤顶卖这个两斤 而且我还少摘压 我也不用自己掏钱 去搞加工 那货那么有的是 我一直说 做好货最简单 但为什么我还得自己掏钱做 是因为 你在市面上找不到这个货 哪怕是我的人 比如说 有一种模式 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下 有种模式就是 我找你给我代加工 你按我的质量标准来 我找你做我的代加工 你按我的质量标准来 这个海参干出啥成本 你别管 你就一斤赚一百块钱 代加工废就完事了 知道吗 有这种模式 为什么不做这种模式 为什么不做这种模式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个人是我很久以前 我在他家拿过货 他给我讲的 有人就用这种模式 跟他家订的海参 人家可能说 想订点 就是那个专业术语叫少糖 糖还分糖多糖少 人家想订点 小糖感 少糖 小糖 就糖加的少 结果他妈收了人家的钱 你知道吗 就是你 你你你海参 你不就主要怕 摘押你资金吗 人家是 比如说我要订一百万的货 我要订一百万 你就拿我这一百万 去收就完事了 你就拿我这一百万去收 我不摘押你资金 然后你一斤赶身 做出成品 一斤赶身 我给你一百块 一斤赶身给你一百块 对吧 不行吗 你没有任何成本嘛 你就 你就出个手工钱嘛 结果他妈爽爽聪明 你知道吗 你看糖少了 他妈脑子一转 哎呦我去 糖少了 这不出了货 就少了吗 你比如说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如果糖多的情况下 假设最后干出了一千斤 能干出来一千斤 如果糖少的情况下 可能就干出了七百 我是给你们打个比方 容易让你们理解啊 他妈一听 妈 小话人 她的母亲 这么一看 这不行啊 那糖 这到时候整出来少 偷妈 人家把钱都给你了 偷妈使劲往里加糖去了 想多挣点 想多出点神 多挣点加工费啊 结果最后出来 那都 森不符合人要求 人翻脸了呀 你说 你说我 人家钱打给你了 是不是 没占用你钱 你就你做出来的钱 做出来多少 按多少钱 给你减那个 加工费就行了 是不是 他不行啊 这是那小伙儿跟我说的 我说 我说那你们 这是哈老宝生活多好啊 也不用操心 反正做出来多少 都给他就行了 他妈晚上 偷妈去给人家糖去了 所以我们不能用别人的货 我是从几几年开始 就是 就从国家倡导 消费升级 我就觉得 海参我一定要做 高精尖的货 以前我们跟 跟那个有一家 他家是做好货的 就是怎么说呢 他家做的货不错 但是海参一涨价 我就说了 其实卖家很 很不敢给买家涨价 因为怕 怕给你涨好了 如果海参价格很稳定 没有问题 海参一旦涨了 它不敢涨 它就要压成本 第一压成本 绝对不一样 你们知道这个海参 你要么你就做 你要么就做最顶尖的货 你只要开了口 你要想往里加东西 我怎么跟大家说呢 就是 就像人一样 一旦你就坚守 你一直在坚守 你一旦放开了 你就没有底线了 知道吗 那有一些贪污的 你要么就一点不贪 你发不发现 你要么就一点不贪 清正廉洁 如包青天 你一旦开了口 你就不可能摊个 几万几十万 是不是 为什么你已经开口了呀 你你口都开了 你怎么可能就想 横树也是个摊 摊多摊少 反正都 如果一旦查了 都逃不要 这个海参加工也是这样 你要么就做顶尖货 你要么 你剩下的都是将就 所以 为什么你从 一千八买到两千 买到两千二 买到两千四 你这种 统统都不可能对 你以为 我少加了一厘厘的 我少加了一厘厘的 哎呀 差不多的东西 都是那么些破货 性质变了 知道吗 它的性质 发生变化 不可能一样了 回不去了 我看有些人上来 哎 思念 你这 你价太高了 我都懒得说 懂什么呀你 知道好换啥样吗 你见过一线 专柜里面的海参 是什么质量标准吗 如果你可以将就 你肯定会觉得贵的 如果你是一个 不将就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 不将就的人 你就会懂 你应该怎么选 海参 如果你有一点点将就 你就不要吃 你一定要记住 圣姐跟你说这句话 如果你是可以 有一点点将就的人 你就不要选择吃海参 这个行当里面 要么你就吃顶级货 要么你就别吃 因为你吃了 不说有啥好处 因为那些天价什么 对它都是破坏 你别吃就行了 你就听话就完事了 你就听话就完事了 尤其是有些人 还要买给父母 买给孩子 买给生病 买给 对吧 正在经历一些 你千万别准备 就像吃药 有的药是有极强副作用的 有的药虽然贵 但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你选哪个 你选哪一个 药有副作用的 起码还治病 这个可不是 这个海参可不是 所以大家不要将就 千万别将就 你如果将就了 我就劝退你 我就劝退你啊 这个镜头不好看 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 这眼的开美颜 那个眼是开美颜 这个美颜 我觉得比动鱼的还好看 这怎么称呼啊 这个点赞的 谢谢你的点赞 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你们有什么海参的问题 一定要问我 要不然我就啪啪啪乱讲啊 我想到哪 讲到哪 而且有的时候 我会认为 我讲了很多遍 你们应该早都会了 其实很多人 在最开始的基础的问题 还没搞清楚 那我也不知道 你是进行到哪一步的啊 所以我是非常乐意 在直播间里面 跟你们讲区别 你们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问我 然后大家多看看 顶级货什么样子 多看看好的海参 什么样子啊 就我说的 你常看好的 自然就有一个 鉴赏能力了 自然就有一个 鉴赏能力了 那个 就是我给大家看的 那个 昨天看那个 养殖海参发出来的 你看 它一直吃的 都是我家的 海区底部野生的 别人送它 那养殖的海参 它发完了 就知道 咱也不知道 是不是别人送的 还是它自己买的 猜也不知道 没关系 就是我能让 你只要买过我的海参 我能让你有一个 鉴赏能力 你再遇到 养殖的海参 它自己 而且总结的 非常好 四个字 又细又长 养殖海参的特点 又细又长 其实还没总结完了 味道这个东西 它也不一样 味道也不同 其实颜色也不同 但是颜色不能 我再说一遍 颜色不能作为 枪考标准 因为现在 很多养殖海参 是给你做颜色的 很多养殖海参 是给你做颜色的 颜色不能成为 平盘标准 养殖的海参 如果做成纯淡杆 听着 你不能只听一半 养殖的海参 如果做成纯淡杆的 尤其是北深南阳的福建神 就是现在 如果你的朋友圈里面 有一些做海参的 现在在加工的 我基本上可以给你确定 它现在就是在做 北深南阳的福建神 因为现在是福建神 出生的时间 现在是福建神 出生的时间 福建峡谷这个地方 养殖的海参 做成纯淡杆 你一打开 那个海参 有一种 就是那个海带的味道 然后它的 就是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给你们看这个海参 它的背 就是带刺的那一面 跟这个细盘 你们可以观察这个海参 你感觉它是 它是一个整体一样 对不对 就是你没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界限 那种感觉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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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北深南阳的福建神 做出来的纯淡杆 清掌是纯淡杆 有添加的不算 它表面贼黑 然后它的吸盘这儿 就像发黄 你看它不像一个整体 它特别的敬畏分明那种的 特别敬畏分明 它吸盘有点发黄 不像这个是发灰的 吸盘很腻 但是它是点状的 不像这个是片状的 不一样 你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 哪哪都不一样 最怕就是 你只看到了一面 你只看 你一直看的都是养殖神 你就不会觉得它别扭 你两个一对比 真正海区底部眼神 跟养殖神一比 不要看一个两个海参啊 因为一个两个的海参 可能是特性 你要看共性 摆起来看 它就不同 一定要摆起来看 摆多一点 你买海参 不可能买一个两个 买一堆干参 因为像申姐 你买了我干海参 我都给你摆得 整整齐齐地给你发过去 为了防止运输途中啊 就是这个海参 一味容易断刺 我都给你摆得整整齐 你说到我的海参 你一打眼 你先去看 按照我给你们说的 一些鉴定的一些方法 先观察观察颜色 再看看调形 看颜色 看调形 最后走到 泡发这个环节 一定要去 尤其是第一次啊 你认准我了 你后面就不用那么麻烦 第一次 你一定要试一下 我所说的泡发率 就我发一两海参 或者发二两啊 就发多少 你来定 然后你发完了之后 你去复秤一下 看看这个海参 是多少克 去算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 你算出来 泡发率 不能成为 判定是养殖 还是海去底波野生 它可以倒推 你的加工工艺 就是不是所有蛋干 都是真正的蛋干 不是所有号称海去底波野生 都是真正的海去底波野生 实际上配得上海去底波野生 顶级纯蛋干的 哎哟 这玩意碰到得靠运气 你信不信 你们在直播间里面碰到 更是运气叠加运气 更是运气放的叠加运气 我这里面放的是玫瑰啊 没有水喝了 我今天干了 干了这么一腿 我再烧点水 我这里面放的是玫瑰 今天周六咯 其实周六我是最累的了 周六周天 因为我周六周天全天都在店里 平时我早上来得比较晚 我平时都是十点钟才来 就是之前的是眼镜在 就是眼镜是早上七点来中来 然后到十点 然后我是十点钟来 然后一直到下午 哎 你说到蜂蜜 其实蜂蜜 你就说但凡一个食品 拉出来 哪个不跟海参一样 你说蜂蜜 有十块钱一斤的 就是不对 有百八十一斤的 是不是不一样的品质 多少所谓的蜂蜜 是什么麦芽 什么糖 什么玩意儿 加什么勾兑的呀 那个叫 那个人家也叫蜂蜜 便宜不便宜 真便宜 有的人还喝着挺好的 甜滋的 是不是 你说你有那劲儿 你就直接换糖水喝得了呗 跟海参一样 就是什么东西 什么食品 其实都分个三六九等 都分个三六九等 有的时候 怎么说 那个 以前有一段时间 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 给鸡喂那个什么东西 苏丹红 食品这个行业 真的是 要做到真正的食品安全 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双向奔赴的一个东西 真的是双向奔赴的一个东西 要给真正做好货的商家 你要留他一条命啊 你不能不给他留命 他死了 大家 大家还有好好干的吗 你要给真正做好货的商家 要给他留点命 留一条路 留一点点 留一点点利润的 我没有画竖琴 我就是很打实的 我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就是卖那个卤牛肉的嘛 那个市场好多卖牛肉的 大家卖个八十来块钱 卤过的啊 卖个七八十 可能有点利润吧 有一家都没有人去买 基本上有一家排长坠 四十五块钱一斤卤牛肉 我问大家 大家理智的时候 谁不知道四十五一斤 买卤牛肉有点扯啊 但是人家排着对啊 就那一家生意好到爆 一天卖几万块钱呢 卖七八十的 一天也卖不出几百块 是不是让这一家盖死了 是不是让这一家盖死了 你看好多人啊 在网上你就看很多帖子啊 义愤填膺的 他把这些食品造假的 拉出去枪毙啥玩意儿的 你问问你 如果你明知道 你看很多东西 比如说一些工业品啊 我就说酱油 你问问九块九一瓶的 跟二十九块九一瓶的 一不一样 为什么愿意去买九块九的呢 九块九的有本甲酸辣 你怎么不去买二十九块九原调酱油呢 让你选的时候 口袋里的钱你就开始 我开超市的歪货不要太多 就是所谓的品牌的货 它是不是也分三六九等 对吧 牛奶 蛋白质还量不一样 别提了 牛奶更是事多的 什么东西不分个三六九等啊 不需要考虑金钱 今天你买单 你仅可以挑 你仅可以挑 所有的不用你买单 你不挑贵的买 你还是知道贵的跟便宜的不一样 对不对 还是知道 那我们奋斗的意义不就在于多赚钱 吃更好的食物 住更好的房子 开更好的车吗 不就我们物质不就奋斗这么点东西吗 关键贵的真好哈哈 贵的不一定好 但便宜的一定不好 我说这话没毛病吗 贵的不一定好 但便宜绝对没好过 贵的都不好了 还想便宜有好的 没毛病吗 你就海参 贵的 你买贵的可能不一定好 有一个人我印象也很深 也是动鱼的一个学友 朋友卖给他六千多 那海参 我现在我都有他 聊天机会我都没有闪 朋友卖给他六千多 他那个海参 一拿出来 我就说养殖的 他说不可能吧 你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吗 有的我可能看不出来 比如说你这个海参 里面有添加了 我不一定能看出来 你通过一个照片很难的 有一些添加 你都不要说照片了 你就是看到食物 你都不一见 不见得能一眼能分出来 我说真的啊 你都别说看厨了 但他那个海参 是贼明显的 贼明显的养殖生 朋友卖给他六千多 你知道吗 朋友卖给他六千多 他不觉得贵 我那个时候海参是三千七 他就死活 非得让我便宜 他都不理解 我真的不理解 我说你那个 是养殖的还是 你都不嫌 是不是 你看啊 哎呀 我这好多例子 我见过太多人了 在这儿 在这儿啊 给你们看一眼 看没 这个海参贼明显 就是一眼一眼 一眼就可以看见 它是这种形的啊 它是这样形的 看到没 它直勾勾的 反向翘的那种 看到没 那 你再看发出来 你看 这个的颜色就不浅 看到没 但是它是细长的 像圆柱一样的 是不是 六千多 他得叫我那个海参 给他便宜 我就不理解 最后也没买我的海参 有的人买东西啊 就是 他们这个 他跟我说 如果他是真话 他家里还是那种 那种的家庭啊 就是他如果 不在你这里 搞到特权 他就不买的那种人 我不行 我这就 就定价 都一样 你要跟我讲价 肯定你还没有知道 我卖给你那些啥东西 有的人买东西是 但凡跟别人一个价 浑身难受买不了 必须给我便宜 必须给我便宜 我是 你要是跟我谈价格 我也不像别人的 你谈价格 跟你换纸 然后不就完事了吗 我是不行 卖不了 你认可了 我的说法 我的质量 可以买 你也不给我谈价了 你们去想一想 那句古话 买的难有卖的经啊 你一谈价就谈下来的 你以为你真占便宜了 你可能失去的 比你占的 所谓的便宜多多了 我就喜欢定价 就这价 我就喜欢就这价 谁都不可能比我少花钱在这买 因为我本身我这人不会谈价格 我本身我这人不会谈价格 所以我讨厌谈价格 我就喜欢一视同仁 你只要东西给我的 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你第一次买升级的海参啊 你只需要给予我50%的信任 尤其是买家该海参的人啊 我送你那支是让你从外表上完全一点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任何不一样的点 你一点都看不出来有任何不一样的点 你回去你发了 你特别能理解我说的 为什么有的海参 可以一斤顶两斤 可以一斤顶三斤 我还没给你拿的那些 他们卖的什么9981220 我都被吸拿那点货呢还 拿那种的你更能理解 什么叫一斤 这是人不可以比的啊 就是绝对不可以比的 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的 人只要见过好东西 你只要见过 你就不会再将就了 很多人是他没有见过 不知道海参应该多好 而且老多人好固执 就固执他不相信 要是能把鹅骨做一下就更气质了 鹅骨 哎呀我的妈呀 我是真服那些 把鹅头打成树心弓的人 你知道有一些小姐妹 整容有多 有一种东西叫骨水泥 你就听这名 不能吓死个人了 这是网上就营销 刘亦菲的美貌 刘亦菲为什么美 刘亦菲美是因为 它是头包脸 就是你这儿 把脸包住了 我就会显得脸小 头包脸 然后有人就往这个脑袋里面 就这个 就是你的大脑壳子这儿 打上骨水泥 我真服了 我真服了 我奉劝大家 不要轻易整容 我观察整容的人 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你一旦开头 这玩意就跟我刚刚说那一样 就像天家一样 你一旦开了头 你就会发现 你要改的地方多着呢 我身边有见过这样的人 就是他会认为自己 就是比如说你一开始 我只想做个双眼皮 双眼皮做完了 就会发现鼻子也不高 做完鼻子呢 又发现眉弓又有点矮 好打上 矮完了又发现 这儿有点宽 好打完了 打完了又发现 嗯 胸又有点小 哎 像人胸 你就会发现啊 人一旦开始 你就会发现 自己自己哪个零件都不对劲 如果你是 就是无所谓啊 如果你是无所谓 钱无所谓 然后呢 修复也无所谓 你尽可以搞 那美容院抓你这么一个 一个人 一个人就可以整几百万在里面 你感觉你最好看是哪个部位 最好看 鼻子吧 鼻子吧 我鼻子长得很好 正面见不到鼻孔 看没 正面见不到鼻孔 不是那种很高的啊 你我是天然的 然后以前有在直播间里 有的人说我下巴兜啊 懂个屁啊 有的人说我 有的人说我兜下巴 长得丑啊 还是什么呢 他懂个屁啊 他有多肤浅 你说 对吧 他有多肤浅 兜下巴 好运才能兜得住啊 晚年才能好啊 那黄小明 他们都得特意做兜下巴 眼好看 眼睛好看 女人掀开 我的眉毛很淡的 我的眉毛很淡 这是我画的 这是我画的 你说眉毛 三十年前就文眉的人 你说哭不哭死 那个时候文眉 全部用那个染料 都是那种 就是他怎么退 都是那种乌了八清 黑了八唧的 我读高中的时候 读高中的时候 我住校 然后我们到宿馆 哎呦我的天哪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最早期的那个美容 眉毛 眼睛 嘴 眉毛呢 文眉 就是那种乌了八清的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眼睛还做的那个 像美瞳一样的 像做的眼线 哎呦我的天哪 你们能想象吗 就是 青色的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嘴 还闻了唇线 你就说你一个人 得多美吗 你才能撑得住 这三件套 没有后悔要了 就是 整形 就是这样 你想整 哎 你想给这个 纸上 画上去 很容易 你想把这个痕迹 再消失 几乎是不可能的 几乎不可能 现在很多以前的什么 打我没定啊 什么生长因子啊 以前这些东西都是合规的 以前都是合规的 为什么现在不合规了 因为 你只有那么多白鼠进去了 做了这个实验了 后面才知道 哦 这玩意不好 一开始的人不都是小白鼠吗 我媳妇就开了个眼角 我感觉还好 开眼角也挺变态的 我觉得开眼角也挺变态的 因为我们亚洲人 本来这个地方 就会有一点那个 然后你开完了之后 它就会这样 哎 开完了这样不奇怪吗 你们看身体也是这样子 对吧 你说我如果开了眼角 这样不奇怪吗 然后你把这儿露出 那个粉色的那个东西 你觉得奇不奇怪 可能有的人 开了能好看吗 我是很难想象 你看如果我开了 还有人做下肢 一个更是牛 做下肢的人都是 这样 好像肖战就做了下肢啊 就这样 闲自己不是三百眼不克服 是咋的 有的美容院可牛掰了 因为真正能在这个整容里面消费金钱的 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必须是富婆 对吧 你知道吗 富婆美不美 在第二点 第一点一定要 整完了这个之后 运气好 富婆在意的是财运 真错了 你一会儿听我说 你花那几万块钱 在那些整形里面都不算啥 就是做眉毛 做眉毛这个东西 有做什么开运眉的 就是你如果做一个普通的眉毛 几千块钱 几百块钱 是不是 然后直接给你一个开运眉 然后你再找她是网红 直接五万块钱 做个眉毛五万 疯不疯了 美容院富婆真不是 多是小姑娘 小姑娘有多少消费能力呀 贷款呢 我知道有一个小姑娘 她从十四 没成人 其实不让整 她从十四岁开始整 那人还上了电视的 花了四百万那张脸 那是处事家里有钱 那个真是家里有钱 然后还有那个去 去那个 那个 整形医院 你听着啊 说打一支波 还是啥玩意 一点都不贵 就是什么几千块钱 你上一张脸 她给你上百支的打 你听着不贵呀 你以为打一支 几千块钱 了不起一万块钱 对吧 结果一去 给你设计完了 你这脸的 上百支 打一次 花了好几十万 不知道 我也没去消费 我一直想去做超声炮 我都没去 因为微海 我查了 好像没有那个 就是微海的医院 都没有那种资质 好像都不是正规的仪器 我一直想去做超声炮 之前我想做火特大斯蒂 都是想一想 那会儿是疫情嘛 没法出去 火特大斯蒂 那个机器有好贵嘛 危害好多家 有火特大斯蒂 但是我查的 权威机构 这些都是假的 都不是他家 真的有这个仪器 所以一直没有做 所以我的脸是粗脸 所以我的脸是粗脸 圈不一样 你可能接触到 现在小姑娘乱的 乱的 什么叫乱的 整的我知道多 我妹 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妹妹 她就是 她跟我 像 她这个地方比较宽 你知道 你这地方宽 如果你是肉宽 那你打这个地方还行 很多时候是骨头牙 她打 瘦脸针 打这两个地儿 然后 好的瘦脸针是 就是 比如说你打这儿 可能她只到这个位置 对吧 只瘦这儿 不好的瘦脸针 便宜的瘦脸针 它是迷散 你本来是打这儿 然后你这一块都瘦了 我妹的脸 她现在是瘦这儿 这样 明白吗 她是这样 谢谢时间的关注 她是这样 她瘦的是这样 就很奇怪 她打了瘦脸 为什么要瘦蠟啊 你知道这 哎呀 我反正不懂 我反正不理解 这些人 为什么要瘦蠟呢 谁规定的 只有锥子脸好看呢 你看那些 有成绩的 付款也好 还是啥也好 哪有一个 是锥子脸的呀 你要多美 你的中心诉求 不还是想多挣钱吗 是吧 你把你能挣钱的 这里代表了 是一个人的执行 就是想到就去做 不会拖拖拉拉 执行力非常强的人 才是这样的 变形 你执行力强 你肯定不会混得很差的 对吧 你执行力很强的人 怎么会混得很差 你就天天懒得要死 你才会混得很差 消下去 这样长上去是不可能的 这有些东西打进去是容易的 想弄出来绝不可能 游客 闻下去 调度 阳 权 威 一生 曾經不曾想過你 你的你當地的你黑風美 你是夢想過你 我感觉天气要暖和了 我感觉天气要暖和了 110头的顶级纯蛋干 我说顶级 这真的是顶级 咱不吹牛啊 不是说像有的人 蛋干1220的 敢跟你说蛋干上哪干呢 1220你可以买到什么样品质 比较好的东西 1220块钱 你可以买拉钢眼的 还是买到比较不错的 就是不是你认为的半干 你可能觉得半干是50% 不是那样的 1220你可以买到 拉钢眼 就是海参的半成品 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这个价位 中厂这个价位 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三斤顶火的拉钢眼可能还得多一点才能处一斤顶级纯蛋干 所以拉钢眼也很不一样 有个人说你卖的贵了 拉钢眼人家一路一七百的都有 这也是一样嘛 它跟火候有关系 你煮的轻了 它的成本就低 有四五斤活身就能干出来一斤拉钢眼的 还有十一斤才能出一斤拉钢眼的 你1220你可以买十到十一斤活身出一斤的拉钢眼 所以这些东西 我是喜欢给你们 就是像你 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比较有逻辑思维的一个人 你可以通过我讲的很多数字 你可以把它的中心的关系都拉出来 因为发现前后是对得上的 多少斤出一斤 一斤发多少斤 它都是能说得上的 那你说你花个六七百 买一斤拉钢眼的海参 它告诉你发五斤发六斤 你得问问你怎么 你凭什么发得出来 你上哪发得出来 你让它给你发 你说我给你加一百块钱 你给我发出来 你给我发过来 上哪给你发 对不对 1220的海参 它告诉你蛋杆 蛋杆你得发个 你发不到十到十五斤 你发个八斤呢 你让它给你发呀 你让它发完了 你说我给你加一百块钱 加一百不行 加二百 你给我发完了 你给我动钱 你给我发过来 你问它能力发吗 好嘛 它有可能给你发 然后它从那三百九十 把四斤 也是发给你 哎呀 上当受骗了 不是上当 是受骗 我已经要减肥了 马上就要穿裙子了 现在已经快四月了 明天就四月份了 四月一号了 还有一个半月 我俩都剪得下来 我俩都剪得下来 姐妹 我以前比你都能说 现在基本都不怎么说了 就是腻了 就是说够了 就有的人觉得劝不住 有的时候你们看 第二来个人 有的我愿意说 就是有的人 他是一种吸纳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不管他懂还是不懂 他那一听 有的人 就是觉得 有的人给你的感觉 咱们都有那种感知 是吧 有的人给你的感觉 你越说 他就觉得 哎呦我的妈 你直接掏 从我兜里掏钱抢得了 他是这种感觉 你这种感觉的人 你就不用说了 对吧 你说干嘛来 你讲佛法的 他也不可能说 给哪个人都念经 一样的道理 有的时候就哪能说 哎呦我管你呢 是不是 有的时候是这样 我直播的时候 是我自己嘎嘎嘎说 我管你听不听 你听不听 我都不知道 我看不到你表情 但我现实生活中 有的时候 会看到有些人的表情 有些人 就我说嘛 以前有一个老头老太太 我跟他说 我家海参发10到15斤 你老头 你知不知道看我那一眼呢 就觉得我这么大骗子 然后你老头看我 说哎呀 我老头以前是 饭店的厨师长 你厨师长 你怎么了 你厨师长 你就懂啊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的人认为 海参这个东西很简单 你厨师长 你就懂海参哪 多少饭店 用多少年海参 不但用一根好海参的 厨师长 就懂海参哪 因为他觉得 我跟他说发10到15斤吹牛 觉得我的海参贵 你为什么觉得我的海参贵 因为你以前买的都不是这个品质的 那我贵 我凭什么这个贵还都卖得出去呀 那不东西好吗 希望 我这边是因为我已经做了就是有很多海参的东西 跟别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它是 它是一个复购率非常高的一个产品的 就是已经 有很多复购的 我的客户有相当一部分还是 就是免费 在我这吃的好 免费跟朋友分享的 我这个性格的人啊 喜欢的人会非常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信任 不喜欢的人就是很讨厌那种 我不一直说我运气很好 我运气很好 我是真的运气很好 就遇到有一些人 咱也没有说给人家什么回报啥的 就是就是分享的 把朋友推进来的 可能就是我认真做事的态度 还是挺感人的吧 很认真的这个态度 而且越是见过一些的 就是有一些阅历的人啊 有一些阅历的人 他就越喜欢很坦诚的人 他不喜欢耍心眼 真的有的时候 你这是给他拿的呗 这种感觉 都好 都好 这样 那我一共 你走啊 嗯 这样是什么 嗯 她上台 她上台 又要了 她上台 可以 还看 我就你这性格 不跟上我跟上我这人是不跟人说 就是很实话实说的人 非常的实话实说 我是从做这种顶级货之后才变成这样 我以前我其实不是这样 我挺练滑的 我以前挺练滑的 就是 就我说嘛 我最开始卖海参 我就是可以 你回的任何一个价格 我都可以接得住 我曾经我是那样 但现在我不是那样 我不做 就我只想卖货的时候 就成交 你是什么速度 怎么 怎么刚出 我去干嘛玩 不是慢慢 我越来越这样 我以前不是这样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拿别人货 我自己不加入的时候 我说了我 我的核心是什么 我做事有一个自己的初心 我的初心是货卖出去 赚钱 一斤挣200块钱 这就是我的初心 所以你还的任何一个价格 我不是不管你还什么价格 市场上总会有这种货 既让我挣到200块钱 又让我把货卖给你的 满足你需求的 我现在就不这样了 我现在只卖顶级货 这便宜货多好卖 包括我们店里也是一样 我们在水产市场 别家都卖一两千的东西 就我家卖三千多 然后有人会劝我说 哎你什么货都应该上 没办法 我卖不了便宜货 我现在的心格卖不了 我现在的心格卖不了便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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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慢慢就不这样 我是越来越这样 长期吃海参的人 他不会只在意价格的 他还是最关注品质的 所以我说我不怕你们出去比 包括我送那只 有的人可能觉得 你是不是送我最不好的 你们可以自己掏钱去买其他便宜的 但记住身解的 你少买一点 能多买多少就买多少 如果真的生解家东西 跟他家一样 你再去买都不晚 对吧 他不可能说我就卖两天 你再去买都不晚 不要像我那个客户一样 一下买了十来尽盖海参 谁给你退啊 还是外地的 谁给你退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你的眼睛不是火眼金睛 不要太相信自己眼睛 天家的海参 不是你通过肉眼就能看出来的 你怎么能看明白一个干海参 就是要全部泡发完了之后 因为你买过真正的顶级货 你再出去比较其他的 你一泡发 你都不用等泡完了 你泡第一天 你就能知道东西不一样 我家的干海参 泡第一天 基本上没多没多少反应 而天家的海参 大家能理解吗 我不知道谁能用一个 专业的物理化学的知识 去解释一下这个现象 这个海参里面 有天家的情况下 你泡一天一夜 就整个就泡软了 而没有天家的海参 你泡一天一夜 为什么要泡足三天 因为泡一天一夜 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就表皮一层泡软 里面很硬的 你能不能用一些专业的 物理化学的知识 给我解释一下这种情况 你泡第一天 你就能知道不一样 而惊喜在后面 就是主 主这个步准相当于什么 主这个步准 对于天家的海参 它就是个照妖镜 主这个步准 对于天家的海参 就会一棒子给它打回原形 本来煮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给悟空 把那金箍座给去了 所以顶级的存在干的海参 煮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爆发期 爆发期是怎么来的 比如说 这个干海参 你泡了三天之后 它会变成这么大 那个便宜海参 基本上也会变到这么大 你不考虑 它那个几天泡透了之后 它也会这么大 好 顶级的货 在煮完之后 放冰箱的第一个12小时 它会迅速变到这么大 第一个12小时 就可以给你这种惊喜 而我送你那只便宜的海参 它也是 它煮之前这么大 它煮完之后 它不紧不涨 它还会远回抽 它就一直这么大了 它不会再给你带来 任何惊喜了 它往回抽抽的 它不会有这个巨变的 而且你不能只看长度 长度上对你的冲击 没有影响的那么大 重量 主要是重量 你发完了 你就会明白这种 我说的这个差别 到底在哪里 你只有真正 泡发了顶级唇掌杆 你才会理解 所以从2020年 我开始送那只对比的海参 没有任何一个客户 回来说 申姐姐 我觉得你送我那只 便宜的更合适 没有任何一个 眼光 见过好东西 重要性 体现出来了 你如果没有见过 真正的顶级火 你是不知道顶级火 原来是这么一个 泡发率 原来 它的泡发会差 这么这么多 原来会差 这么这么多 笑死我了 我想 我海了 就行了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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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去年我有多后悔啊 我在想 我为什么要在直播里面给你们推及时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推及时呢 干参跟及时它是一个营养价值 同样一个海参 我给大家说一个例子 比如说同样一只海参 你用干参的做出来 跟用及时做出来 它俩营养价值是没有任何分别的 它只是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并不存在说干参贵 所以干参就比及时的营养价值高 干参贵是因为它没有水分 及时便是因为它已经泡发好了 有水分 跟营养价值不扯边 你可能会去问到有一些商家 他会告诉你干参更有营养 因为它就是 大家都愿意卖干参 干价比较高 运输不需要担心任何问题 而及时的 你们知道去年我的急事爱生啊 哎呦别急了 都不知道少发多少多少了 就是因为去年因为疫情影响 动不动 这个发不了 那个发不了 甚至有的时候 干身都发不了 去年真的太惨了 去年简直呢 恨如隔世啊 恨如隔世啊 其实只是去年 真的恨如隔世啊 昨天 cœur 去年的此时 历癌风影解封 一个礼拜 就是 你能地往外面发货 但是 只是让你发一些 就是 去年基本上跟顺风就是这样 我可以给你发 后果支付 不要要求理赔 你说为什么有的人说 师姐发吉时发吉时 我劝你发干深 你说师姐 卖你五斤 一千六百五 总共挣你一百来块钱 一千六百五挣你一百来块钱 你要让我赔 我得卖出多少份 才能赔一份出来 哎 现在就一切都正常了 现在发吉时了 什么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一切都正常 就是时效啊 什么东西都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基本上 现在除了西藏 现在除了西藏 海南 三亚也没有问题 海南如果一再中转一些就不行 三亚跟那个什么 是没有问题的 其他地方 基本上都可以 没事 都很快 曾经有一个人 他说他在缅甸 说你能不能发吉时海参 发到那个云南哪里 然后他们有到缅甸的车 让我放在车上 我说你买干身咋地都行是吧 我说你买吉时的 本来那就是这个 到云南就时间就不短了 云南你看分哪 你要直到云南昆明的话 很快 云南昆明可以今天发明天到 但是再从昆明再往那个边境那转 然后再倒一顺 我说你我那吉时哪敢发 我说冬天我都不敢给你发 我说那你就买干身吧 他先麻烦 干海参它就是泡发的时间比较长 其实真的还好 泡煮泡六天的时间 就是不太耽误你时间 就是一天换两次水 每十二小时一花水 然后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煮的那个过程 因为你要自己把肚子切 就是肚子这儿剪开去沙嘴 然后煮 其他就真的还好吧 而且干海参真的是非常 我再说一遍 干海参带给你的成就感 不是你画动个吉时海参 能带给你的 就是你自己让一个越好的海参 它给你带来的成就感越足 有的时候你沮丧是因为身不好 你比如说你买的998了 1220那海参你发不起来 你可不是沮丧吗 这个海参这么一点 最后泡一堆 你就会心里的感觉特别 成就成就感 就欣喜 然后你泡发嘛 你会觉得 哎呀这玩意是我自己泡的 我贼放心 你会放心 而且有的人 不管我怎么说 干身跟吉时营养 价值一样 他还是比较相信 干海参啊 他觉得这个东西 会营养啥的 可以啊 我也愿意买干身 不需要操心这个路途 是不是 不需要操心 路途会怎么怎么样 你看这个海参 这个吉时的现在表面画冻了一层 你看啊 你们看身体的吉时海参 看这小弧度 然后这个 画冻了这么点水 有的人说 神姐 你不是不挂冰吗 怎么画冻还能出水 你如果要求一个冷冻的东西 画冻一点不出水 他哥 你就寻思寻思 从水里老鼠来玩 他能一点不出水 你学位有点强人所难了 这样闻是一种 绝对不是难闻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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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斗鱼你要卖的东西不好 早干没了 对吧 早被骂没了 我们也遇过纯纯的黑粉 以前有其他商家来我们这儿黑的 有一天 有一个小黑粉 纯纯小黑粉 那个时候眼镜刚好拿回来 一箱新的 他说你看你这个海参那么大 一画冻就像蚯蚓一样 他绝对没有买过我的海参 绝对没有买过 然后呢鸡石海参是我可以现场给你立证的 我说正好 又得干什么 喂 魏老师 喂 魏老师 嗯 这个家伙是真的假的 好啊好 那老师您这样您看那个作业什么的您教室跟那个客戴表说的在群里发行的那些东西是什么的 然后还有什么卷子最好让他提前拿走 好好好 我让他大老师去接他吧 好 好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嗯 喂 你那班主任打电话说你儿子什么疼冤什么玩意儿的 可能我说 可能我说 你再这样去接 拜托了 你去接吧 看上哪屎呢 还CHy maneira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